说到绿音场的看点 董球的眼中有各种技战术 女粉丝眼里有满屏大帅哥 但别忘了 球赛除了看还能听 要激发起球迷们加油助威的热情 热情欢快的加油歌必须唱起来 没错 有关足球的金曲万万千 但说到最上口最洗脑的 无疑是瑞奇马丁 为1998年法国世界杯献上的主题曲 《生命之杯》 作为迄今为止 传上度最高的一首世界杯金曲 称它为一直被模仿 从未被超越的经典 绝对不为过 《生命之杯》 无论是歌词旋律的感染力 还是在全球的普及程度 能和这首神曲级别的 《生命之杯》相提并论的 大概只有皇后乐队的 We Will Rakio的 整齐的掌声与口号一般的合唱 摇滚乐果然是最适合足球 这种热血运动的 也许正因为如此 皇后乐队未体谈 尤其是足球奉献的 立志金曲还不在少数 立志了一代又一代 体育迷的 We Are The Champions 同样出自他们之手 We Are The Champions 我们会战斗到最后一刻 因为我们是冠军 如此振奋人心的歌词 在配以激昂的旋律 难怪时至今远 在欧洲各大足球联赛的 最后时刻 球迷们依然会自发合唱 来庆祝胜利 We Are The Champions 当然 除了激昂慷慨的摇滚乐 热情动感的舞曲也是凌云场上的标配 还记得2010年南非世界杯的那首主题曲 Waka Waka嘛 拉丁编后夏奇拉热情洋溢的台风 配上奔放的舞姿 浓厚的非洲风情扑面而来 不知是不是这首Waka Waka太过成功的关系 到了2014年的巴西世界杯 夏奇拉又一次成了不可或缺的现唱嘉宾 在这首名为拉拉拉的加油曲MV里 天后还拉来了一大帮足球大腕集体出镜 其中当然少不了家里的帅老公 西班牙国家队的捷拉德皮克 而那一年的世界杯主题曲 则是由另一位拉丁天后詹妮弗·洛费斯 携手当红歌星皮肤保罗和巴西歌星克劳迪亚来地 构团演唱的VR1 动感十足的节奏一响起 瞬间就能将大伙带回到那个熬夜看球 全民疯狂的夏天 当然 中国球迷 作为世界杯看球阵营中的一大主力 自然少不了几首 中文的加油助威曲 比如2010年南非世界杯的这首 英文版推广曲 Way in Black 到了中国 先由海峰公主张亮颖 和老牌歌神张学友共同演绎 就变成了中文版的乞丐得胜 怎么样 这名字是不是取得恰如其分 I'm not going to talk to you 你让我成长 起相同翅膀 你给我力量 I'm not going to talk to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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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相同翅膀 你给我力量 Fly So where you'll fly Now where you'll fly Now where you'll fly Now where you'll fly 再往远一点说 在中招联赛还未出现的2001年 稍微改制的假A联赛 也有一首快智人口 动感十足的主题歌 来自天王副夫城的《动起来》 动起来 开心的力量和彩 动起来 每一秒都期待 动起来 就拥有精彩未来 娱乐梦场编辑报告 我们说完了体育 下边 - 拥有精彩未来